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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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肖亚轩上综艺也是为了鼓励大家不管多大年纪都可以寻找到真爱的 大家可是特别喜欢看这种八气郁姐和小鲜肉的CP组合呢 如果这两人参加的话那绝对能够吸引很多的粉丝 还有一位和张雨琪一样自带热度的就是周扬青 周扬青严格来说是网红 不过他的前男友是娱乐圈的 而且他前段时间也上了潮流合伙人 从知名度上来说已经比肩明星了 周扬青上次曝光和罗志祥的事情后 立马就增加了很多的粉丝 他这种果断分手的态度确实值得很多人学习 如今周扬青有钱有名气还有颜值 上节目找自己的幸福也是很正常的 嘉宾阵容过于强大 还有一位女嘉宾的路人员就非常好了 他就是脱口秀女演员李雪晴 李雪晴是凭借脱口秀大会这个节目走红的 虽然李雪晴不是那种美若天仙的女明星 但是他却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大家 这种人在生活中 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很喜欢的 看来李雪晴来这个节目 还可以提供不少的笑点 这可真的是太让人期待了呢 还有一位则是芒果台的主持人李沙明子 经常看芒果台的小伙伴对他一定是不陌生 他主持过我是歌手超级女生一年级我是唱作人等综艺节目 还有芒果台的很多晚会中也有他的身影 除此之外他还参演过一些电视剧呢 其实李沙明子之前在微博上表示 今年有一个人带我走出来了 还自爆似的 我恋爱了 而他是一个温柔的人 没想到他这次居然要带着男友来参加节目了 还真让人挺好奇的 不得不说 这一季的嘉宾阵容也太强大了 希望后面就不要换人了 能把他们请来是最好的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发表自己的看法 和小编一起讨论哦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故事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